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 走进湖南省凤凰县 开始苗江边墙的拍摄行程 绵延380余里的苗江边墙 这是一个完备的防御体系 这个掉落是明朝嘉靖33年修建 边墙要塞黄丝桥 这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石头古城 现在这个整个黄丝桥 成长成长是一坠完整的一坠 品尝苗家美味设饭 这是滨墙内外人的春天记忆 有菜的那种清香 而且还有肉的那种肉香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151集 苗江滨墙在凤凰 正在播出 结束河南省的拍摄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 来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的凤凰县 开始苗江边墙的拍摄行程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 来到了湖南省湘西自治州的凤凰县 在我身后横卧在崇山峻岭上的 就是苗江边墙 也有人把它叫南方长城 这段边墙与我们所熟悉的 北方长城不一样 直到2000年的时候 中国长城学者罗哲文先生 经过考证 才最终确定了这一段 就是苗江边墙 那么这段边墙在这里 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 就让我们一起去探寻 苗江边墙是明朝政府 为了防止湖南湘西 及贵州前东南等地的苗民起义 而修建的 与北方长城防御体系 相同的线性防御体系 我们此次形成的第一站 凤凰县 地处武林山脉南部 云贵高原东侧 与贵州省的同仁市接壤 关于凤凰县 史称西托云贵 东控陈园 北至春厄 南厄贵边 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全长380多里的明代苗江边墙 有320里就在凤凰县境内 您好 陈老师 两天久等了 可惜 可惜了 到这边来的话 这边我看到有一个东门 算是苗江边墙的一个东门 是不是 它这个地方是进口 边墙的进口 入口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云盘 是一个冰云到这里 冰云的东门就从这里进 现在看到这个城门是后来新修的吧 原来有意思 2000年是重建了 那你带我们从东门进去 到里面去看一看 好吧 走 您带路 穿过苗江边墙的东门 里面是一块宽阔的平地 这里曾是苗江边墙防御体系中的 全盛营的银盘所在地 环绕银盘的边墙 一直延伸到山顶 虽说苗江边墙的规模 相比北方长城要小很多 但这一段冰墙的气势 并不输北方长城 张老师 这边这个苗江边墙 最早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最早是明代的家境33年 那个时候为什么要修建 这段苗江边墙呢 因为分化这个地区 从古以来它就是一个 土族啊 苗族啊 汉族啊 还有其他民族啊 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地 民族之间它为了生存 为了发展 难免就会有矛盾 为了那个边疆的这个边境的安定 当时明早 明家境33年的时候 一个参将 孙贤他就在那个 在靠近前州那个地方 就修了七十的边墙 那个时候苗江边墙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顿工修了 但是当时修的不长 七十里 三十五公里 三十五公里 三十五公里不长 那么像这个边墙呢 像这么年年三百多里的边墙 那是明朝万里43年 开始顿工修的 为什么又把这个边墙给延长了呢 因为它的矛盾越来越大 苗江边墙虽然实践于家境33年 即公元1554年 但早在明朝近帝之初 明朝廷与生活在 乡前苗江之地的苗民的矛盾 就以日渐激化 为了防止苗民的反抗 公元1430年 明朝总兵萧首 就在乡前苗江四周 修筑了二十四座碉堡和绍甲 将苗江圈在绍甲之内 一百多年后 修筑的苗江边墙 就是把碉堡连接起来 江汉人和以边籍入户的苗民 也就是熟苗 与居住边墙之外的 所谓生苗彻底隔离 到长城上来看看 这样的一座 在北方是叫做敌楼或者是敌台 您说在苗江边墙这边是叫做 这个地方叫碉楼 碉楼 叫法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 功能一样的 功能是一样的 也就是为了防御 然后驻军用的 这个碉楼是原汁原味的 怎么叫原汁原味的 这个碉楼是明朝嘉靖33年修建的 由于苗族的军事力量不如北方民族 苗江边墙的规模 要比北方长城小得多 不过青石砌成的碉楼 小巧而精致 这个碉楼已经变成一个空心的建筑了 对 是吧 它原来就是山寸 以前是能爬到上面去的 对对对对 这边是坍塌的吗 坍塌一些对 这个孔是干嘛的呀 这是枪岩 跟这个是一样的吗 这下面也是枪岩 这枪岩怎么这么窄啊 估计太小但它长啊 连个三到五厘米的宽度都没有 太小了 上面有 上面能有十厘米左右 上面大些啊 差不多啊 上面那个 可能外面孔上面大些 但下面这个孔实实在是太小了 在北方长城还有一种叫做烽火台 是和长城并不是连在一起的 那在边墙这边的话 也有类似的烽火台吗 边墙它跟北方那个长城它的 我们怎么说 怎么说 就像暴井嘛 因为那个敌心的时候 预警系统 它是燃烧那个 狼烟 狼烟 对 用狼烟来预警 那这边呢 这个巡弩它是 我们这里是叫帮子 一个轴帮帮 它敲轴帮子 敲駝 是什么形状呢 就像一个木板一样吗 它是主板 主板 那它那个声音能传多远呢 一两百米是没问题的 而且它敲着木头可能不是一个 那一般这个帮子的话 都是以什么样的声音 去传递呢 比如就单敲一下 还是怎么去敲 敲帮脱身它是比较紧致的 敲得很快 就这种声音 陈启迪说 按照苗疆边墙的军事机构设置来看 当时驻守全盛营的官兵 应该在200人左右 碉楼共有三座 由于年代久远 除了这一座碉楼外 山顶上的另外两座碉楼和边墙 都是在原址的基础上进行重建的 跟随陈启迪 我们沿着边墙爬往山顶 全盛营的山顶是一块平地 这里仓是练武场和营房 如今已是草木丛生 平地四周边墙围绕 分别向东西两边延伸 苗将边墙修建后 虽然将不受管辖的生苗进行了隔离 但民族矛盾并没有解决 尤其到了清朝 随着汉族和土家族 进入苗江与生苗争夺土地 民族矛盾加剧 最终在秦隆末年 爆发了一次规模巨大的苗民起义 战争持续了三年 直到嘉庆二年才结束 史称前家苗民起义 在战争结束后 清政府采取了相对缓和的政策 原来汉民或者土民侵占 生苗是苗民的土地 要规划给苗民 这样以后呢 咱们的苗族地区 跟里面的一个汉族地区 有了一个比较和谐稳定的发展 相互相稳定的 相对稳定的一个环境 加上清政府后来又把那个 有些苗族一些土官 是汉族去承认的 以后就绝对不用了 完全用这个苗族 管理苗族 为了巩固苗江的安定 清政府除了在苗江滨墙沿线 增修碉楼绍甲外 开始在凤凰地区招募屯丁 实行屯田养兵的制度 距离全盛营不远的拉侯营盘 就曾是一个军屯营战 始建于明代宣德五年 即公元1430年的拉侯营盘 曾是一个驻郡的城堡 整个营盘沿着山坡而建 延伸至山顶 苗江滨墙环绕营盘四周 营盘与山坡浑然一体 由于营盘内大部分的房屋 都是由青石修器 道路也是用青石板铺成 人们又把这座营盘叫做延板寨 作为苗江滨墙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城堡 在屯田养兵制度施行后 拉侯营盘成为屯丁和家属居住的 军屯营寨 你看这条东西的主街道 它本身有两座关门 前面有座 这是第二座 现在脚下的这个就是 只能看到一个像石槽一样的东西了 那在这个城里面 为什么还需要这么两道关门呢 这道关门主要做的是什么 它开始明代建这个云团建的时候 它是完全是军营 军营 那后来它才实行那个屯兵制吧 屯肯制吧 暂时是军嘛 平时就是民嘛 那以前哪边是居民区哪边是居民区 听陈启迪说 在清朝中后期 随着民族矛盾的缓和 屯丁除了汉族和土家族之外 也有许多的苗族 由于许多屯丁最后在拉侯营盘定居了下来 现在的拉侯营盘 是一个汉族 土家族 以及苗族和居的村寨 经过村里人的介绍 我们见到了屯丁的后代和秀墙 您好 您好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家栏目 刚才我听陈老师讲 您家里是四代人都住在这里 我们一直都在这里 从民朝到清朝的时候 我们中国都住在这里 那么久了已经 您这是干嘛的 这准备 这个拿着胃鸡嘛 胃鸡的 胃鸡 还放着 指甲腰鸡 拿着胃鸡 这净死什么 您今年高瘦啊 我今年 乃七十八岁了 耳朵很好啊 没 都不好 那要不您坐会儿 我跟您聊聊天行吗 好好好 来 您坐这 听何秀墙说 他的祖籍是现在的重庆秀山县 祖辈因为参军成为豚丁 才来到拉侯营盘 最后便定居在这里 那家里祖辈有多少代人都是当兵的呀 那恐怕都是三代人 从无纪役来刚才 恐怕都是 这三代人 三代到四代左右的 那您有听说过 您的爷爷 在这生活的时候 有没有当过兵啊 听问爷爷说的话呢 他们从来都当过兵的 是就在这个地方当兵吗 一直都住在这个地方 那您的父亲以前当过兵吗 他就是在重庆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里面 因为我们这只是病人嘛 他就在衙门里面各服务 在衙门里面各服务 对对对 何秀墙说 他们家是从他这一代 才结束了当兵的历史 他唯一的儿子 现在以做生意为生 他和老伴在种地之余 借助村里的旅游开发 卖一点纪念品 也做着农家乐 这去年国庆节之家 我的师父的 这个他的毛补不赢 只是七天时间 他都收了 我家的四千元收了 没有收 光国庆这七天 收了都四千块了 到每天那 收入十五百元嘛 那没收到 那还收得多少了 那你十家吃 我就三千五百 那是没收到 还没有出成本 但是也算不错了 对不对 是啊 由于何秀强的老伴 到县城进货去了 我们没能品尝到 老人家里的农家饭 不过听到老人讲述 他们依靠边墙 开发旅游致富的事情后 我们心里很是欣慰 也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边墙要塞黄丝桥 这是中国保存 最完整的石头古城 现在这个整个黄丝桥 它的城桥是一桌 完整的一桌 号称华夏第一度的大石桥 结构设计有何独特之处 桥上有桥 桥上有桥 洞中有洞 洞中有洞 对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151集 苗江边墙在凤凰 正在播出 离开苗江边墙的拉豪营盘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市这组 来到位于凤凰县阿拉营镇的黄丝桥古城 在苗江边墙的防御体系中 这里是除凤凰古城之外 最高级别的驻军堡垒 这边就是黄丝桥古城的西门 西门 对 那在苗江边墙的整个防御体系中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城池 一座 其中一座就是黄丝桥古城 对 黄丝桥古城 它不光是苗江边墙的重要防御体系 关键是它的历史非常有久 长朝的崔冬三年 公元应该是六八十年 到现在是一千三百多年 所以当时建村都是土城 但是在明朝是可修了 到清朝的时候 全部都建村这个城 这边是西门 这西门 往两边延伸 我看这个城墙还是比较完整的 就像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身后能够看到 这个颜色已经有点发黑的 这都是以前的城砖吗 对 这不是砖 石头 也是当地的青石 这个高度有多少 大概五米多 大概六米左右 六米左右 上面好像还有射击孔 对 有城堡 有桥眼 现在这个整个黄丝桥 它的城桥是一周完整的一周 还都是保存完整的 对 这边城楼还能上去吗 我看城楼保存的也都很完整 可以啊 可以啊 那您带我们到城楼上面去看看 好吧 行 好 走 修建于唐锤拱三年 即公元687年的黄丝桥古城 是当时魏阳县的县城 由于古城地处 镶前边境两省之间 主要通道的阴后之处 自古这里就是战略要地 明清时期 黄丝桥古城 成为苗江边墙防御体系中 重要的军事要塞 走到城墙上 触摸着长满灰褐色台险的 青石城墙 依然能够感受到 古城厚重的历史 沿着楼梯上到城楼的二层 这里居高临下 可以浮览全城 黄丝桥古城并不大 占地面积约2.9万平方米 略成长方形 东西宽153米 南北长190米 那东门正对面 东门对吧 特别高吧 那个西门 这个西门 这是我们在西门 那北门 北门 还有个门没有 就那个方向南门没有 现在能看到这三个城门 那最早是有四门 乾隆18年建成的时候 修十城的时候 就东南西北四座城门 门上建楼 就这个城门 对吧 后来把南门把它封了 当时在先封九年 为什么把南门封了 当时太平军战争很激烈 这个地方发生了战事 为了防守的方便 因为南门它的外面很开阔 城门外很开阔 地势很开阔 一宫南守 南门的地势比较平 所以把为了这个首城 军事防御的功能 它把南门封了 所以现在能看到 就是三座城了 作为苗疆兵抢的军事要塞 黄思桥古城 经历大大小小的战争 多达一百多次 但在公元1913年 飞迎撤兵后 这里变成了一个 城墙环绕的村落 生活在古城内的居民 共有九十多户 属黄思桥村 当我们从城楼下来 前往城内的时候 站在城楼门口 远处的一座大桥 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那个是一座渡潮 饮水的水渠 那是水渠 但也有车吧 对对对 它过水的地方 过车是在下面 您说它是一个 两层的设计人吗 对 两层上面它可以走人 听陈起帝说 远处的大桥设计非常独特 有华夏第一度的美称 他建议我们拍摄技术后 可以去看一看 与陈起立一起 我们继续行走在 古城的城墙上 黄思桥古城城墙 总长约六百八十六米 两百多年的时间 城内的房屋 历经数字拆建 但城墙和城楼 依然保留完整 黄思桥古城 是中国至今保存 最完整的石头古城 大叔 两倍呢 对 您家怎么上去啊 从这边先 从那边 上去跟您聊聊天好吧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村民藤树宝的家 就在古城东城门附近 从城墙上下来后 我们来到他的家中 听藤树宝说 他的祖先是在隋朝 大约公元607年的时候 因为桃荒 从山东 先移到这里居住的 那时候这里还不是 卫阳县的县城 黄思桥古城 也是在八十年后 才开始修建的 可以说 一千多年的时间 藤树宝的家族 经历了黄思桥古城的 荣辱行衰 在藤树宝的记忆中 地处 乡前交通要塞的 黄思桥古城 在民国时期 依然十分繁荣 民国之间有卖布的 里面有做布生意的 做茶生意的 做美生意的 这些 就在这个 古城里面 对 就是包括外面 就是日光门的城墙外面 都有 就这样的 那您享受在这生活 这边还是很繁荣的 那现在在古城里面 还能看到 以前留下来的一些遗迹吗 现在只能这么想 还有一个老爷爷们 那个整个房子的框架 整个房子好像还在 那您能放这点 带我们去看看吗 可以 可以啊 我看刚才您还带了 管事腿脚 对 因为不方便 这些我带了 有几千百 那您带我们到外面 可以 可以 行 那麻烦您 来 咱们一起 好 古城的主街道 是一条青石板路 路面比较宽阔 街道两旁的老石头房 和新旧砖房 见证着古城的时代变迁 和人们的生活变化 这边还有牌子 叫老爷爷 这个外墙 外墙都是原子原味的 你看我今年73岁了 我小时候 三十岁的时候 都是这个样子 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过 但是它在家庆年 它再虚弱一次 这边这都是黄泥吗 对 基本是黄泥 稍微碰一下 这个是软的 但是这边 这个是陆域的地方 这个就是时时代变的 这个就很硬 摸上去的话 一点都不像是泥巴的 对 那像这个最早 是什么年代间 这个是常常修建的 但是在家庆年 大修了一次 大修了一次 现在看到这些 应该是家庆年间 修建的 就是这个意思 由于时代的变迁 曾经的衙门 这盛侠外墙 依然保留着 衙门内 已被改造成民居 古城内的遗址 也都所剩无几 但古城厚重的历史文化 早已凝固在 灰褐色的城墙之中 结束黄丝桥古城的拍摄后 在向导陈启迪的建议下 我们来到 被誉为 华夏第一渡的大桥桥下 之前我们在 黄丝桥村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了这座桥 对对对 非常雄伟 很雄伟 来到这才感觉到 它是很有气势的 是一个两层的桥 对 两层的 这一桥是叫什么名字 这个叫岩板燕 岩板燕 岩就是岩石的岩 三次下面一个石头的石 板就是木板的板 燕就是堆庄燕那个燕 岩板燕杜槽横跨两山之间 气势宏伟 更令人惊叹的是 整座大桥 没有使用钢筋混凝土 全是由石头砌成 您好您好您是本地员 我是本地员 本地员 您这拿的是什么呀 我是用这个是做煮那个撒饭 我们到这个季节 都家家夫妇就煮撒饭 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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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用了这个菜是吧 用这个菜 我们这过来是看看这个桥 听说是叫岩板燕对吧 岩板燕大石桥 大石桥 那您了解这石桥吗 这个 这个石桥了解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 就是到开始登工的时候 是73年开始登工 1973年在这建的 是77年建成的 刚才因为我们在远处的时候 已经看到这座桥了 走近了来看 感觉很高大 很雄伟的 而且是全石头 中间也有这个孔 上面一共是有多少个石孔 石孔有90多个 听吴亮斌介绍 当时附近数万村民 在没有机器协作的情况下 用了四年的时间 才建起了这座 红伟的石桥 当我们跟随村民 吴亮斌走到大桥的第一层 换个角度 观看大桥的空洞时 我们惊奇地发现 这里别有洞天 数十个小拱门前后排列 层次分明 犹如一座石器宫殿 让人产生梦幻的感觉 我们现在几乎是 已经走到了这个桥中的一个位置 再回头看一眼后面的桥洞 一个一个的圆洞 就这么连绵不断地就过来了 感觉特别漂亮 特别有那种古罗马的感觉 而且我记得是古罗马的那个加德桥 加德桥 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觉 刚才这边是一个接一个的 拱是连起来的 我们现在其实也是站在一个拱的下面 它就是为了减轻这座桥的重量 桥上有桥 洞中有洞 这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这个桥上面 是两层的 桥上有桥 桥上有桥 洞中有洞 洞中有洞 对 特别形象 这是古罗马加德桥的照片 从外星来看 岩白雁大石桥 桥上有桥 洞中有洞的设计 与加德大桥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于是有人把这座石桥 称为中国的加德桥 此外 由于大石桥长达200多米 最高处离地面42米 气势宏伟 因此又被称为 华夏第一度 穿过大桥的第一层后 我们来到大桥的第二层 这一层的中间是一条水渠 两侧是栏杆和人形通道 人形通道之间 用近百根方形水泥柱 连接起来 刚才在下面的时候 我们说是桥上有桥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最上面的这层桥 看我们身边 是一个水渠 是水渠 这个水是做什么用的 农田灌溉的 农田灌溉 再往后面的话 是从哪儿把这个水引过来的 从贵州上面 贵州哪个地方引过来的 龙涛河来的 那边的水是怎么把它流到这边 是自流的吗 不是 那个有一个是水库 就一件龙涛和水库 龙涛河引过来的 就等于是水库如果放水的话 这边水就能流过来了 对 我们身边这片油菜花 用的这个水 是这个渠里面的水灌溉的 对 也就是用这个渠里面灌溉的 现在能看到这油菜花 也都已经开了 对 站在大石桥上圆条 500多米外就是黄丝桥古城 虽然古城与石桥的历史 相差1000多年 但都承载岁月的记忆 诉说着不同时代的故事 品尝苗家美味舍饭 这是冰墙内外人的春天记忆 有菜的那种清香 而且还有肉的那种肉香 学说苗语 民族语言别具韵味 白菜来带肉 什么意思呀这个 我们家乡特别好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151集 苗江冰墙在凤凰 正在播出 我们跟随凤凰县铁马村村民 吴亮斌 了解了盐板燕大师桥后 他邀请我们前往家中 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 舍饭 吴亮斌家所在的盐拉科 是属于铁马村的一个自然村落 整个村子只有二十几户人家 散路在大桥桥头 半山腰的树林之中 生活在这里的全部都是苗族 穿过村中古朴的街道 我们来到吴亮斌的家中 您家里这房子感觉 古香古色的很有特点 全是这个木质的感觉 这两边好像是老房子 中间是新修的吧 中间是新修的 是翻新的 这房子有多少年了 有三百多年了 三百多年了 这些木料什么的 也有这么长时间了 有了 它有什么特点吗建筑上 算是苗族的这种建筑特点 苗族这个是吊脚楼 吊脚楼 就像这个位置 算是吊脚楼 对 这一共有几间房子 现在都用着的吗 都用的了 这边是三间小房 那边是三间厢房 主要是中间的 回到厨房 吴良宾将做社饭 所需要的薅菜 野葱 以及腊肉等材料 准备好后 开始第一个步骤 将薅菜剁碎 这是什么呀 木锤 木锤一样 对 看 就是一个纯木头的 对 自己做的是吧 对 自己做的 用这个木锤 也不先把这个菜 先剁碎了之后 为什么要用这种木锤 去剁菜 我以为您要用 这个菜刀去剁菜了 先用这个剁 剁把这个里面的 有一种苦的水分 把它剁 把水 苦水剁 然后挤出来 用木锤去除薅菜的苦味 是当地人 世大沿袭的传统方式 究竟原则何时 已无从考证 这就已经剁完了 把这个已经剁好了 把这个剁烂了 这个木锤上面现在 哇 能闻到好浓的 这个薅菜的味道 把薅菜的味道 但您说是把那个苦的汁 给剁出来 我也没看到有这个汁啊 剁 再剁细了之后 就有刺了 是能沾到这个菜板上来 对 先用木锤给它打扁 打扁 然后再用刀去切 切 和薅菜一样 挖回来的野葱也要切碎 之后将腊肉切成片 放在热锅中炸出油 并盛到碗中 留在锅中的腊肉和薅菜 以及野葱一起炒熟后 作为设饭的配料 随后使用 那个吴大哥 您现在洗的这是什么米 这是大米 大米就平时吃普通的大米 对 旁边这一份呢 这份是糯米 糯米 对 怎么还得备这么两份米啊 大米和糯米一起 要一起放了煮 再柔软好吃 用一种就不行 一种不行 两种是为了更软糯一些 软糯一些 这个比例就是一比一啊 一比一 基本差不多 差不多 行 好了 这个您先洗一下是吧 对 这个先洗一下 好 由于精米和糯米的硬度不一样 需要先将精米下到锅中 盖上锅盖 等到水米煮沸 精米煮到半生不熟的时候 才可以将糯米放入锅里 大火再次将水米煮沸后 将米汤舀出来 准备好的配料就可以倒入锅中 这里面是小葱 野菜 烤菜 还有腊肉 翻炒过之后 刚才偷吃了一口这个腊肉 实在是太咸了 您怎么把那个腊肉炒得那么咸 要放到这个饭里面了 那么多点放 等一下这饭才有味道吧 哦 把腊肉炒咸一点 用这个饭去中和这种咸 对 配料搅拌均匀 腊肉炸出来的猪油就派上利用肠 把油还得撒得上 对 这个为什么还要撒油呢 撒油它会香 只能用这种油吗 不能换什么花生油或者菜籽油可以吗 就用这个腊肉的油 把它有这种香味 加好配料 再次盖上锅盖 改为小火 还需要再焖15分钟左右的时间 在焖饭的时候 吴两斌又忙着炒了几样食品小菜 作为吃舍饭的配菜 15分钟过后 透过锅盖的蒸汽 散发出舍饭浓浓的香味 哇 好香的这个味道啊 这个饭啊 现在已经全部把那个油啊 水啊汤啊都 洗在里面去了 这个您在产的时候看起来 就是特别软糯的那种 对啊 是吧 要不你尝一下可以吧 可以啊 现在可以吃吧 可以 行行行行 那您帮我少来一点 我先尝尝这味道 在吴两斌的推荐下 记者先品尝了一下 设防锅巴的味道 这个锅巴呀 不硬 可能是因为里面有这个油 所以呢它比较软 比我以前吃的锅巴要软一些 而且它这个味道好在哪呢 咸咸的味道 就像吃炒饭一样 做鸡蛋炒饭的时候 里面是要加盐的 那这个里面呢 是没有单独加盐 但它是在那个炒肉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加了盐了 对 这个味道很好吃啊 您帮我来一点那个饭好不好 来 品尝了美味的设饭锅巴 我们很想知道 设饭的味道又会怎样呢 真的好吃啊 它这个饭呀 有菜的那种清香 而且呢还有肉的那种肉香 而且这个米是非常软糯的感觉 真的很好吃啊 因为它是加了糯米嘛 加过米了就可以这么软 对啊 那以后我在家做米饭的时候 能不能也加一点糯米啊 加糯米 但是它你不和这个烤菜啊 也送它 那不是这个味道 那不是说 我只能在这才能吃到这个饭了呗 对啊 忙了两个多小时 吴亮斌在堂屋中 摆上里桌丰盛的饭菜 在这边平时大家吃饭的话 也是会做这个设饭吃的是吧 对啊 什么时候会做设饭吃啊 就是这个春分的那个时候 就在这个季节 就在这个季节 嗯 但是陈老师 为什么在春分的时候要吃舍饭呢 春分前后我们中国有个习俗叫做春舍 春舍 是一种祭祀的节日 是祭祀哪位是 土地神 土地神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后来慢慢发展以后呢 作为一种地方的非常特殊的 已经饮食了 嗯 春天早上 长出这个野菜的时候 野葱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吃吃舍饭 因为生活习俗的不同 以及食材的限制 舍饭主要流传于湖南湘西 以及贵州前东南等地 吃一顿香喷喷的舍饭 已经成为当地人对春天的美好记忆 不过由于做舍饭的工序比较复杂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做 吴亮斌因为做过厨师 做舍饭是他比较擅长的手艺 采访中我们得知 吴亮斌除了当过厨师 开过放馆外 他曾经还是一名苗文老师 您是当过苗文老师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给别人教这个苗语 教苗语 但是以前苗族是没有文字的吧 是以前没有文字 那您说的这个苗族文字是哪来的 这就是我们苗族是统一的 有那些教授 他们根据原来的苗族的语言 编织出来的 是在什么时候才编织出 这段苗族的文字 好像是五几年的时候 他们也在搞这个苗文 推广了之后是八几年 那时候我们这里就推广了一次 苗族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民族 苗族传说和苗族谷歌里 都说有文字 但至今没有发现 系统的书写文字 吴亮斌所说的苗文 是1957年 国家根据苗语的发音 以拉丁字母为基础 创造的拼音文字 那您那时候怎么想到 要去学习苗族文字回来 还给学生们去上课呢 那是我们凭自己的爱好 喜欢 喜欢苗族这种语言 那您觉得苗族语言 有什么魅力所在吗 我感觉苗族语言特别丰富 他特别像我们那些唱苗歌 对歌对情歌那些 我觉得现在用汉字语言文字 是无法形容的 不足以表达那种情感 表达不足 您能简单的来一小段 苗族歌曲 现在我忘了 那您说两句苗语行不行 什么意思呀这个 我们家乡特别好 我们家乡特别好 这个发音我觉得和普通话的这个发音 其实区别还挺大的 您要让我直接说 我可能还真学不会 一吃半会儿肯定是还学不来 那像平时大家您在这个地方 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会说苗语吗 我们自己在家里都是说苗语 在家都是说苗语 那这个其实苗语的使用率还是挺高的 对啊 对吧 所以现在我们这边的小孩 小的时候都先教苗语 怕他长大了以后 来学苗语就很难 吴亮斌说 由于多种原因 苗语的推广并没有持续多久 尽管如此 因为喜欢苗族文化 多年来 吴亮斌在农贤之余 还是尝试做一些苗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工作 后来因为生活和家庭变过的原因 保护工作暂时搁置了 我家里我爱人 他有一身的病 身体不好 是身体不太好 是鼻咽癌 化疗 是2002年 2000年时候化疗 现在身体移植不好 就是也动不了 现在两只手都动不了 所以现在家里全靠您一个人在撑着 我也在家里扶持他 我两个小孩都出现 我有一个 两个孩子在哪里 有一个在大学毕业之后 在北京 有一个孩子在北京 她有一个妹 女孩出去打工去了 孩子经常能回来看看您吗 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能回来 过春节的时候 一家人团聚的时候 应该是这一年最开心的时刻了吧 对 不过这个季节能够吃到您做的这个舍饭 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苗族的一种魅力所在吧 也希望以后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好吧 谢谢 行赶紧吃吧 好好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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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